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老板 今天鱼怎么样 今天鱼缺帝都可以 看一看 面条的口感得到保障了 接下来轮到主角登场 东海小黄鱼 东海小黄鱼 它必须是要二两到三两 养殖的时间要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这样才能够配得上我这碗 请先去到黄鱼面 去鱼鳝的时候 就要看鱼鳝的新鲜度 鲜红的就是新鲜的 如果它花黑了 我们这个鱼就不能要 鱼鳝是要通过姜 这个是有密制方法的 姜好以后 基本上就是一个腥味没有 第二个呢 就是能够入味 吃起来的口感非常非常酥 姜汁是调配口味的精髓 至于它的配方 是王荣绝口不提的秘密 一碗好面 口味与口感缺一不可 为了让食客获得更好的口感 王荣和妻子 会把细小的黄鱼刺一根根剔除 我刚刚上手的时候 这样一枪鱼大概在三十条左右 我一个人拔 很不熟练的拔 大概也要一个半小时 后面慢慢熟练了呢 稍微快一点 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普通人弃之无用的鱼头鱼尾和龙骨 也不能浪费 它们是熬制面汤的重要食材 也是唯一的主料 汤头最好的黄鱼面 它应该就是圆汤黄鱼面 也就是用黄鱼骨熬制成的 不放任何的杂碎的东西 大火煮沸 小火慢熬 当汤头转白 鲜美的鱼骨汤就可以起锅了 为了调和鱼汤的口感 王容还有一样秘密武器 切成碎钉的雪菜在油锅里爆香 它将为鱼汤去腥 提鲜增味一举三得 雪菜就是这碗黄鱼面的点睛之笔 就是靠这个雪菜来调鲜味的 最好的就是宁波和上鱼的 它能够保证它的脆度和鲜度 鱼肉入味 汤底熬成 史菜爆香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顾客登门了 好 好